不是生意不好做 是人不好找 我真的跟大家講 其實來找我們的百貨通 是超過十幾個 就是那一場你大概需要四到六個 就是在廚房裡 我們外場都是很好找 但就是那一場不好找 然後就撐撐撐到最後剩兩個 兩個那其中一個已經陪我們一年半 他說小姐我真的很累 我就會休息 我說妳要想清楚 妳休息就是我們全部的人休息囉 因為就真的找不到 因為現在真的缺工啦 找不到人 真的找不到人 所以我們其實最後一個台湖公司 還是不捨得我們走 我說那怎麼辦 那妳幫我找 妳找到我們繼續約會 他們找到八月底還是找不到人 我們合約也剛好到了 那如果有人 真的我們都是繼續在職業 可是邀約不斷 但是都沒有人手 所以這個有點 其實是現在各行各業的辦法 可能年輕人都去選擇 更有能夠實踐他們的想法 所以我們也蠻辛苦的 每天都在找人 因為那一場人類就會說 我們下個月就不做了 我們就這樣嗎 那就要趕快找 而且其實網路上都看得到 我們在那個人力銀行的真彩中 紅白沒有聽過 所以不是不做 是沒有人來做 我們又不可能說 叫客人自己進出房子 那妳自己去家啦 那所以就很惋惜啦 但是也是 曾經打過美男的 這樣的一個人也 蠻好玩的 但將來只要有機會 然後像我新店人嘛 我就很希望說 搞不好新店那個玉龍城 也可以來一家 但是要找到人 就是不給我的 就是不給我的 就要搞不好 就要找到 就要找到 所以我們 這些東西 就要帶到 在小道路上 就要 我可以切一唔 就要